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的各位 你是父亲的 请举个手 我稍微看一眼 当爹的来的请举手 好 没问题 放手 谢谢 我觉得这有内鬼 是自己给自己鼓掌 我觉得 当爹的 今天你已经能来到这儿 你这个教育认识 达到这个地步 接来我的内容 坦诚的讲 其实可以不听了 但是各位当妈的今天来到这儿 你来听我接来这20分钟内容 实际上回去是要良好的转述给你们家内口子的 因为你放心 接下来讲的内容会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 到底针对于育儿这个话题 父亲和母亲中间 注意啊 我没有引战的意思 我并不准备讨论说 谁到底更加适合 或者谁带的效果会更好 我只是想给大家传递这样一种理念 我们觉得任何一个人在整个孩子养育的过程中 他的地位 角色 功能 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你知道北京最近两年 包括上海 广州 深圳这样的超一线城市 最火的儿童培训班在体能方面是什么吗 我的答案已经这么明显了 你们居然还猜不到吗 我已经写了 画在我的PPT上 你们居然一排这么骂跟我说篮球 这就是爸爸跟妈妈之间的区别 很多时候你会注意到今天我们一抱一个班 一窝蜂一窝蜂地抱 十年前 全北京的父母特别喜欢给孩子报名去学跆拳道 弄得很多韩国的老师在旺京开道馆 一直开到了今天 四五年前 我们很多孩子去学足球 天天去踢足球 足球球季没什么长进 回来天天妈妈得洗三叉衣服 到了一两年前 你发现突然情况变了 现在北上广的很多高端家庭 中产阶级家的孩子 对这方面有投入的 自己家孩子四五岁的孩子学什么呢 学橄榄球 你跑去问为什么 你会发现十年前学跆拳道那帮家长 跟现在两三年学橄榄球这些孩子的家长 给你答案差不多的 第一个回答是 哎呀 我觉得我们家孩子太宅了 我想让他出去动动 这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是 我觉得我们家孩子见不着阳光 我想让他出去晒晒太阳 这第二个答案 我跟你讲这两个答案都是错的 真正的刚需答案是 很多家长这时候我跟你说 老师 我们家孩子快上幼儿园了 开上小学了 他马上要跟其他的同龄人打交道了 我都不求我们家孩子欺负别人 我想跟我们家孩子找一个运动项目 练练他的抗击大能力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你发现今天送孩子去学跆拳道的家长 他们家孩子咣当一脚给别人家孩子踹地上了 这妈妈一般不高兴 哎呀 怎么回事呢 但如果别人一脚给他们家孩子踹地上 他们家孩子没事似的 鲤鱼打挺坑下去起来 这妈妈很高兴 我们家孩子抗击大能力 真强 橄榄球是同样一个道理 今天很多人希望孩子去学橄榄球 送去 我们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现在你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东四环外 我们往北走一点 到北京的东北四环 东北五环外 有一个橄榄球学院中心 我们不方便透露他到底学院中心叫什么名字 我只告诉你 他是教小孩学橄榄球的 那么教小孩学橄榄球 他们的总教练前一段时间跟我自己见了面 他说他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跟其他的二三四线城是不太一样的 是北京的家长如果送孩子去学一个班 你放心 其他的一些城市 那些家长送孩子去学了一个班 孩子扔到那儿 这两个小时学的时间 这孩子的家长可以开车回家 泡一杯普洱 喝上第四泡 然后再去接 对吧 北京的家长你不用想了 你送孩子到旺京去学 然后你说回到你们家东二环的家 我跟你讲 连九仙桥都过不了 你得掉头回去接他 就堵车能堵到这个地步 所以你会发现他在那儿教孩子们橄榄球 然后这些孩子的妈妈 爸爸都不去的 这些任务都是妈妈完成的 这些孩子的妈妈就坐在看台上开始玩手机 玩了两个星期之后 这帮当老妈的玩手机也玩烦了 跟教练说 教练 手机实在是玩得受不了了 我想下去走走路 孩子在里边这个田厂 他里边活动 我在竞场溜达溜达好不好 教练说你可以啊 孩子的妈妈下去走 一边走一边指导自己家的孩子 然后妈妈非常在意孩子的学习成果和练习效果 一边走一边跟你们说 我看着你了 好好给我练 走了两个星期之后 妈妈发现这样的参与度还是不够 妈妈决定采用另外一个方法 妈妈回来说 教练 我现在走路走两个星期了 我有点烦 我想参与进点 我想跟孩子一起去投入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教练说可以啊 我们家孩子 现在你们家孩子在这练橄榄球 缺沙袋 你得去当下沙袋这个角色 愿意不愿意 妈妈说沙袋也行吧 然后妈妈给孩子当了两个星期沙袋 发现好像也不太合适 一直到坚持了一个半月 妈妈们终于勇敢地提出来一个诉求 什么呢 我们觉得孩子练了一个半月了 也该有点实战的效果了 我们觉得应该让孩子 跟谁来一场友谊赛呢 跟孩子他爹 于是邀请了一批孩子的爹 都是跟我这样的 榜大腰圆 肉大深沉的 然后跑过来 一天到晚 我们在办公室坐的 全都腰椎尖盘突出 连橄榄球的基本规则都不知道 但是那个星期六 我们在老婆的压迫下 跑到这个场地 然后教练跟我们简单讲解一下 规则我们跟孩子们开始打橄榄球 请问谁赢了 孩子们把他们老爸打得满地照牙 当爸爸你一定会经历这样一个瞬间 尤其当你家是个儿子的时候 就是那一刻你发现 你打游戏打不过他了 下橡棋下不过他了 跑步跑不过他了 干啥都干不过他了 那一刻你内心有一个纠结的感受 第一种感觉是 哎呀 我们家孩子长大 第二种感受是什么呢 哎呀 我变老了 这两个感受合在一起 会让人非常的痛苦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北京很多当爹的 就有另外一股劲 什么呢 就是我不服老 我相信上海 深圳 广州 那些当爹的也会一样 因为这场比赛一输以后 这帮大爸爸的说 我不能让我们家儿子看见 我输了我就不爬起来 于是当爸爸的 整个打完比赛之后 知道了自己的成绩 然后跑去找教练说 教练 我也要去赶蓝球 教练说 我们是个少儿班呢 然后这个爸爸说 我不管 我就要去赶蓝 你看过灌篮高手吗 就里边那个感觉 景上雄园画的那个画 他说教练 我要打篮球 就那个感觉 然后教练想想 好吧 那你们打赶蓝球吧 打吧 然后把这些爸爸也招了进来 练了两个月之后 突然有一天 一个爸爸跑过来找教练 说今天星期六 明天星期天场地有空没有 教练说有空啊 明天教练有空没有 教练说有空啊 我花钱我租了 教练说为什么 你们要开小灶吗 然后这个爸爸说 不 我们不开小灶 我跟你讲为什么 我们仨跟我们仨儿子 他们仨跟他们仨儿子 你看见没有 我们看他们不爽 已经很久了 明天我们准备跟他们约一场 打橄榄球比赛 我们让你们的教练 明天过来当裁判 第二天这场比赛打完了 同学们请问 比赛的输赢重要吗 一点都不重要 结束以后12个老爷们手牵手 一起去撸转去了 非常好的结果 但是我去跟他聊的 这个橄榄球队的总教练 跟我说 我觉得这是个商机啊 从那一刻开始 再来他们这儿 培训抱橄榄球的 单班一个大人 不收了 单班一个孩子 也不收了 收只收什么呢 只收父子党 你要来 就爹家儿子一起来 要不然 sorry 我们这儿没有空余的 开放席位给您 来了以后的第一节课 没有任何关于技战术 规则 以及这个球到底 它的历史渊源是什么 没有人讲这个东西 来了以后 第一节课都干嘛呢 干破冰 你们父子俩 从今天开始 就是一个团队的整体 你们需要设立自己的 对名口号 对灰对呼 全都搞定了 然后你再来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你会发现 他完全照搬了 现在很多联赛的赛制 自从你们父子俩 成为一个队伍以后 就安排了常规赛 季后赛 分区半决赛 分区决赛 大区决赛 一朝最后 对于一个爸爸 和他的孩子来说 你觉得这样一直延续下去 成绩重要吗 一点都不重要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 孩子的体能变好了 能理解吧 第二 孩子他爹的体能也变好了 这个能理解吧 更重要的是 父子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因为他爹没想到说 原来我还可以 跟我们家孩子这样相处 好酷 他们家孩子也没想到 原来我爹除了揍我 还能干这个 不赖啊 所以你会发现 中间出现了特别大的改变 而且从这个开始 你会发现 当爸爸的 跟当妈妈的中间的关系 也有了巨大的改善 我想大家都能理解 这样的过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实际上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最核心的话题 父亲在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到底能干什么 三个非常重要的点 为了方便你今天晚上回去 能收服你的老公 告诉他父亲对于孩子 最主要的影响点 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非常良好的体能 很多妈妈陪孩子 跑跑跳跳的 结果是什么 就是妈妈喘得气喘如牛 孩子说 妈妈再来一次 所以你会发现 体能很多时候 是你老公要比你强的 所以体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规则感 你们家孩子 如果两三岁三四岁 可能在睡前要听故事 我问你个问题 这个睡前故事 一般是谁讲的 妈妈吧 妈妈温柔的嗓音 跟孩子讲 大灰狼把小白兔又吃了 但是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 如果今天讲的是一个情节性的东西 妈妈讲完全是OK的 可以 但是最近的一个研究论文 发现这样一个结果 如果今天这个故事 涉及到规则感和德语的内容 谁来讲会更合适呢 孩子的爸爸来讲会更合适 所以实际上 如果你今天涉及到 给孩子讲故事的话 非常建议你要搞明白 今天讲这个故事 到底是讲啥的 如果今天讲的只是一个 特别厉害的神仙鬼怪的故事 OK妈妈讲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如果今天讲这个故事 涉及到德语属性和规则感 让你的老公来 因为他讲这个故事 不管你们家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起到的影响效果都会更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男人会更加适合 让孩子去进行大量的开放性活动 什么叫做开放性活动呢 比如说 刚才三川零老师讲的 写作 这就是开放性活动 因为你在写之前 你不知道你要写成个什么样子 你如果知道 那叫默写 对吧 再比如说 我们刚才刘言老师讲的舞蹈 舞蹈很多时候也是开放性活动 因为你知道 你出去跳舞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你要跳成什么样子 像我有的时候 跳成了个鬼样子 还觉得自己跳得非常不错 实际上你会发现 这些活动都有可能是 开放性的活动 但是这种开放性的活动 你会发现 由爸爸来做会更加地合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